我們的參與從來就是 你覺得不喜歡我們這些激進勢力 我偏偏要令你有朝一日是喜歡 甚至投我們一票 這個從來都是我們參與這個政治的最大的目的 所以其實呢 我現在有時候朋友問我 誰夠票 誰夠票 好不要分一些給他 其實第一 就是說呢 票都未投 是沒有人清楚知道誰是夠票 第二 就為什麼不可以把所有票都倒進一張名單 而令到那張名單有兩隻 三隻當選呢 如果他那個名單裡面只有一個 你就真的可以想想他是不是夠票的 沒錯 譬如曾鈺成 那曾鈺成就真的是夠票 那就真的會有多餘票 最後倒一些給我 但是譬如我們 譬如港隊區有三個名單 九星有四個名單 為什麼不把票都倒進一張名單 讓他們可以做得到 你心目中要做的事情 而給那些所謂的鵪春派 或者投降派的議員 繼續在議會裡面呢 是不是 所以來說 大家都要啟蒙一種新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認為那個人是做不到事 是純粹鵪春 純粹是因為公平的原則 而去配票的話呢 那你們可以省下了 是 所以基本上都是那句 休息前 串透任何力量 所有票都是全家總動員 串透任何力量 那就對了 那我們就盡量入得多越多越好 是不是 休息一會 讓我們回來繼續城市再論壇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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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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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l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y bwd4 by bwd6 by bwd6 第二就是他裡面牽涉一種所謂洗腦的程序 那他其實是怎樣洗腦呢 那其實現在主要來講洗腦是有兩種方式洗的 第一就是所謂一個暴力式的洗腦 就好像法條橙裡面的主角那樣 被迫綁手綁腳 然後不斷聽他最喜歡的音樂 然後就吃藥 不斷看 不斷看 不斷睡覺 不斷令到他在生理上 是令他聽到這些音樂 或者看到性愛的場面 產生一種嘔吐的感覺 那這種就是所謂暴力式的洗腦 所以譬如那個法條橙那個 就是有一個典型的Icon 是他的眼球 那其實因為他們叉了一個叉 要滾大他的眼睛 不斷看著螢光幕 不讓他閉上眼 然後就不斷滴眼水 讓他不會割膜潰陽 而第二種洗腦的方式 就是所謂一種欺騙式的洗腦 就好像現在我們見到的國民教育那樣 用一種欺騙的模式 令到你不以為 他們所說的是真實的世界 所以現在就很難再出現一種暴力式洗腦 尤其是現在不是一個戰亂的時間 其實比較上是難 不過我覺得有點像conditioning 即是說你等於那個最出名的 打個噪噪的狗就會餵液 這個就是conditioning effects 或者流口水 條件式的反射 有一點都像你剛才說的那種方式 因為就是將它relay成兩件事 兩件事relay在一起 其實有些人反過來 譬如有些另類的性愛方式 都是有這樣的做法 譬如有些人邊打他 然後他就會嗨起來 亦都是將幾件事聯起在一起 而這首Sing in the Ring 亦都是這個暴力主角 當他嘔打劇中裏面的作家 或者強姦妻子的時候 他口裏面就是唱著這首Sing in the Ring 而他這套片 最令到人要列造禁片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什麼呢 他將這些暴力場面 連接到一些很優美的樂章裏面 而美化了一些暴力的場面 所以這套片其實在當時 亦都是十分之爭議的 成為禁片亦都不無道理 這樣的 或是時代的東西很多都是被人禁的 或者是被主流社會的價值打壓的 到現在 今時今日大家看回 就知道大師級作品 是啊 沒錯 主席 不好意思 我剛才接受訪問 所以就未能夠做節目 現在回來了 剛才說回你選了的歌 就是《Clockwork Orange》裏面的主角 所唱的Sing in the Ring 但是你知道是不是那支 Sing in the Ring 對 它一直打就一直唱這首歌 很多東西的 《法條產》裏面也會播 《貝德分地》9加響曲 《Second Movement》還是《Fortful Movement》 是啊 這樣啦 這樣就一直都會播的 都是經典的作品 這個《購給力克》 是啊 等一下可以等到達明再講一下 是吧 剛才講到哪裡 我們講了一些論壇 講完論壇表演啊 花繪啊 現在都講一下 接下來還有很多 沒有什麼配票的了 其實就是沒有配票 人力五區 每一區都是一條名單 有什麼好配票 全頭 至於那些無聊的泛民 人政黨就是要燒那些報紙 不是放人政黨 所謂發文的報紙 就是要燒那些報紙 就是讀生果 其實真的很離譜 亂幫人助選 這個其實是非常離譜的 喂 叫人棄補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特地 小燈有幾個網友 就說不如棄補吧 你有沒有搞錯啊 小小東西就說要棄補 不是 你在踐踏中 眾多義工的心血 所有支持者的心血 大家的期望 因為我們都說 其實現在主席出來選 或者誰出來選都好 他已經不是再是他自己的了 他已經是一個棋子 是大家的心思惠罪之下的一個棋子 只不過他做一個代表站在那裡而已 那你這個讀生果 絕對是沒有任何afority 可以踐踏我們每一個在背後 為他推的人的心血 還有基本上這張報紙就離譜了 本來又只是集中九冬 現在就開始辣到過來 當然啦 我想他什麼都會辣 我們當然五個區都跟他寫這個 告訴你 就是這麼離譜的事情 但不要緊 大家支持者 聽我們節目的 不用說了 一定的心是很定的 但你們需要再把你們這個定力 要傳開它 要令到告訴大家 人民力量 如果這次可以五區全勝的話 將會是一股非常之強勁的力量 將會是將我們11月區議會的票債票償運動 立刻被人割蓆的那個武器 一途而空 然後告訴你 告訴中共 告訴特區港共政權 告訴保皇黨 甚至告訴那些溫和 溫吞水民主派 告訴大家我們終於突破 是有一個很堅定的實力 現在是要開始跟你咬手掛的 所以這個是很關鍵很關鍵很關鍵的一次選舉 是不容有失 是一定要五區全勝 當然最好十席啦 十四席更加好 但是起碼要五區全勝 還有說放定陣在這裡 告訴大家 我們隨時預備五區公投 這是很肯定的 老實說 你陳家樂 葉劉問你 嘩你選了進去會辭職啊 都不敢答 都不敢答 我覺得是很可惜 老實說 就是作為公投派來講 就是你這樣是 沒有了自己的立場 立刻就說 如果有個官員好像葉劉 你這樣再硬推23條 我立刻辭職 應該就是對著他 你問我才最好 就是你23條 你這個掃把頭 是啊 告訴全香港市民 你就是當年硬推23條 那個掃把頭 你不要在那裡裝作 所以 是非常之可惡的 但無論如何 總之大家都知道怎樣做 但我還是說一句 我們在街頭做洗樓 都是一些工作 但我始終堅信一點 口碑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靠大家背後的拉票 異議 我們存了這麼多年的支持者 存了這麼多年的 大家一個叫做 在共同的理念之下 做節目去醞釀一件事 人民力量出來了 那個聲勢再大震 籌款史無前例這麼多 遊行人士史無前例這麼多 是時候要將這件事 真真正正 真真正正 這樣 show hand 推出去 剛剛我還沒做節目的時候 訪問我 也問這個問題 就是今次 是不是人網 或者網上電台 是一次 現實世界大沙拉的考驗呢 我覺得是 即連蕭先生都壓得這麼尖銳 是呀 壓得這麼尖銳 是呀 壓得這麼尖銳 是呀 是呀 但是的確是 我可以回答大家 是 就是這麼多年的節目 存了這麼多的觀眾聽眾 感動到這麼多人 又經歷過很多的波折 驚濤蟹浪 是 所以一定要 不單止自己投 是還要 拉 每人拉10票 20票 50票100票 我有一個朋友回來 就是故意在英國回來 就是要幫我拉50票 嗯 剛剛我們今天 下午跟蕭先生 去了一個 午餐聚會 是很多外國人士的 我們講了一個talk 都馬上有 十票八票 外籍人士 馬上有 這個工人黨 決定轉投我們 嘩 在你們呼召 今天 我今天我在 子樓的時候 見到一個 就是巴基斯坦籍 但其實在香港 要讀著 是一個 是一個香港大 是一個香港大 香港大 香港在讀書 我跟他講了 整三個字 講香港的問題 大陸的問題 大陸的經濟問題 就是做半折風 半折風 他決定說 他要在小西灣的所有巴基斯坦的社群 是要幫我們拉票 哇 這些都是我們靠我們的知識 靠我們的共同理念 而感動回來的人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 在這次的選舉 是要 realize 出來 就像投資股票那樣 這次就一定要獲利 嗯 是啊 是啊 而不是回套 是啊 是為了將來獲更大的利 是啊 不過這次我們一定要獲利 是啊 已經不是試一下 試一下啦 打響頭炮啦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們一次要 這次我們投資了 如果有人民投資 2004年 就算你人網計 2007年 賣Radio 2007年 呃 呃 呃 這些絕對不是什麼大想頭啊 或者是 就是 妄想的 因為其實 你要明白整個民主運動 去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 去到一個不能不改變的地步 因為 可能你們看論壇的時候 可能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其他對手所說的話 譬如好像 建制派那些不說 背稿 但譬如好像民主黨 或者其他 所謂法民的 廣派來講 你看他們的發言質素 其實甚低 還有呢 低了鼻 同一個話題 插你一鑊 是 他下次還是再講一些東西 是啊 他沒有新 沒有的啦 因為你要明白 他真的上了那個涼堂 別人教託 他只有那三個板斧 是啊 所以他不停的 其實全部都是人用錄音機 你看看王國興 王國興 就問他一句話 就是 我們是工聯會 爭取六十至六十四歲 強衣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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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了那些事情 陳鑑林 才可惡 在九東 答完他問他問題 他真的 他感到他回答你的 是 不是 然後他就 我們是民建聯 他自己說的 好像瘋 是 是 所以很煩很煩很煩的 我覺得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洗腦人版 嗯 就是你 你不想自己的洗腦變成這樣 你就 就是 要反 就是要投人民 因為人民一樣才有能力 是吧 去到去做拉布 或者有這樣的能力去做拉布 然後可能要拖 好像你們說的 是吧 如果不撤銷國民教育 第一天就拉布 嗯 嗯 這樣才可以對香港有希望 如果不是像他們那樣 下下投完票 投完反對票 嗯 到最後 又出來 穿黑一天 是吧 報天氣 那沒有意思 嗯 所以 這次一定要 是 怎麼說呢 嗯 好 那我問一些人性化的問題 那你壓力大不大呢 壓力大不大 你說什麼 追整件事 那你剛才說到 哇 那麼豪島 那壓力大 那不是 那我早就曬了 對吧 那我都缺了份工 但是 那缺了份工 可以找回 那壓力都大的 始終都是 這個是我身為主席 那 就是 上次區議會選舉 那未竟全工 但是今次 大家都給了多次機會我 那再去 參與 區議會那次這樣 的追擊 心態輕鬆很多 輕鬆很多 是 沒錯 那我自己都覺得是的 因為 去年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其實 一味是體力勞動的 就是譬如你不斷 早起床開街站 和搬東西 基本上 你是很少 會想自己要做很多功課 或者想很多事情 譬如說 今次整個選舉裡面 我自己都抒發了自己的感受 就是 我告訴大家 我這半年所看的所有評論文章 是我之前十年加起來的份量 明白 因為其實你想想 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坦白說 我叫自己做專才 其實所謂專才就是什麼呢 在自己專業以外 就全部都蠢才 所以 譬如說 我們現在出來選舉 你一定要擴闊自己的視野 對每件事都要有一個 vision 對每件事都要有一個 passion 否則 你很難在政治 或者民主運動上 去到一個領頭羊 去重新 活化這個民主運動 因為很明顯 現在的民主運動 是不斷在 正去 如果你再不改變 是會步向死亡 因為你想想 民主黨在2010年的時候 他能夠 整個黨 轉態去投票 而 譬如好像鄭家富 他不滿意 都只能夠退黨 去到宣示他不滿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民主運動 去到不能不改變的時候 所以 譬如好像我這樣 譬如我現在在九西團隊裡面 都有杏牌英文後面 自己都不可以失禮人 一定要去充實自己 所以各位朋友也好 無論你是否候選人也好 其實作為一個民主運動裡面 大家 都是要努力 因為如果你都不去充實自己的時候 你很難說服你身邊的人 去跟你一起去實行這個理念 是 這個是真的 所以 無論如何 壓力是有的 但是 都要靠各位兄弟一起幫忙打 有時候團體運動 壓力是沒有那麼大的 因為始終有一群人一起打 當然 但有時候 你的想法就是 就算他們洗衣服洗了多少 都不夠你一塊痰 卡在喉嚨 那一刻 那一刻影響大 是的 那一刻真的有痰 還是肌肉鬆不開呢 是有痰 有人以為他忘記台詞 但我這樣寫包單 即是以我認識的劉家雄 絕對不會忘記台詞 我是真的有一塊痰 是 直接去到那一位 有一個痰在這裏 然後就 這樣 真的 真的很奇怪 然後 我是覺得很悔恨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臨出門口 我看完證出來 然後我心想 我這幾天都聽到 他們兩個都好像有些痰聲 好不好拿粒化痰糖 叫他們臨上牆 之前回答一回答 然後 然後再轉念一想 哎 時鬼蛋不要來了 應該都不用了 然後結果 就是出現這個痰上頸問題 在論壇裡 看人欺負就很過癮 譬如說 在九西論壇裡面 就是 黃逸族 都很好笑 他聞了一句說什麼 就是 爹親娘親都不及民主黨親 又不是 就是問共產黨親 對啦 對啦 他就是生氣的 不是啊 那些尷尬笑不小心 他真的像是不小心的 但是那一刻 然後說完之後 台下的人 歡呼 拍手了 你終於說出真心話了 他原來是前理華明的助手 對 對 他挺好笑的 挺好笑的 但是那個痰 你暗投名好 但是那個痰 那個痰 真的 我一直說了三句 突然就出了在這裏 我唯有 腦子在這裏卡住 然後我腦子要想怎樣剪 因為時間短暫 所以其實被我的 speech 剪了三句以上 哦 中間那段就卡住了 但是後來你覺得 故事是完整的 其實中間已經沒有了三四句 所以這件事是很煩躁的 不算你了 你知道我看回我才看到 我跟蕭先生的樣子那一刻 就是 原本我在這裏插著笑的 然後馬上沒有了 馬上好像碗一樣反轉了 當然 譬如說 我自己 譬如說 我有個朋友 都介紹 你可以考慮 其實 逢是你要講話之前 你是要開聲的 那 我有個朋友 告訴我 有個方法怎樣 就是 在家出門前 就找個枕頭 然後 就向著枕頭 大聲喊十秒鐘 嗯 令到你的喉嚨 肌肉鬆弛一點 就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這些蜜蜢的情況 不是 是 還有其實 譬如說 表演唱歌 要自己 在那裏唱一次 把整個喉嚨要開 不過不是 其實我已經是 你聽譬如醫生有去 我已經在那裏不停練 speech 其實 但是真的那一下 那個喉嚨走出來 真的沒辦法 是直接是一講的時候 是升了 升了到這裏 很好笑的 我自己現在想起那件事 我簡直是活生生 感覺到那個喉嚨上到這裏 其實很奇怪 不過沒有啦 我們都要做多些準備 感覺上是 更加純暢 但我都可以再有進步的 當然都是可以再 我覺得 松容也是重要的 嗯 笑笑口 我也有說 覺得真的 我不是說為自己 始終你的對手都是那些人 沒錯 要有準備去對那些人 但是說到他那些人 是令到你比較大的 這是真的 其實 他的勢是強 對 反過來如果你挑戰得到 他的滿足感 就是其實 是的 其實我現在想真的 葉劉算什麼 葉劉算什麼 他算是 叫做香港頂尖儀的一個人物 但其實你跟他這樣對壘 他也是 他最後是廟咀 你有沒有看過廟咀 其實我覺得大家 如果有辦法的話 廟咀 拍我講話 到最後那一秒鐘 他特意去葉劉那裏 他那個廟咀是很好笑的 他覺得 哎呀 捉蟲 其實算得什麼 有時候盲拳打死老師傅 初生之族不畏虎 所以有時候人的本性 你改不了 不要說葉劉 梁美芬 你知道嗎 我們不斷圍攻他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旁邊的其他候選人 叫他加油 不是加油 是不斷拿著 哎呀 美芬你美芬 你不要生氣 就是這樣撲他的 知道嗎 幫他降溫的 是啊 所以他們其實 都可能 都有一些適逢期會 時來運道 才來到今時今日的位 就是他不是 一定是一個完美的人 當然 就是說你要討論 老實說 老實說 如果真的這樣說 其實在港島區 曾育成是比較好的 其實 真的要好到比較高水平 會比較無邪可激 對 其實葉劉 也是很容易發猛症的 老實說 但是他是轉數快的 他口齒是零利 其實就算是劉建宜 口齒也很零利 其實他口齒是零利 但是劉建宜那個勢 就壓不了人 對 葉劉就有壓人的勢 他壓出你一壓 他就拿了一點空位 然後迫進去 對 但劉建宜你總覺得 他是有搞笑的 家賢媽媽的 對 沒錯 超家賢媽媽 我覺得他無想什麼 就是想問我問題 如果大家記得我那個 對 但其實只有十秒 那就太笨了 其實你就聞飽一點 對吧 所以劉建宜 其實是很惡劣的 所以 也是時候把自由黨 送進這個 政治的垃圾堆 對 對 如果他們最後分了建制派的票 然後抱著一起死 那他都不失為 香港做了最後的貢獻 唯有介紹一份新功 給劉建宜 做這個家賢媽媽的替身 我覺得可以的 就是他可以跟家賢媽媽 搞個老Twins 那樣 好像阿龍蜜雪 和阿遠兆祥 那 at least都滑正一點 滑正一點 有福氣 又笑笑口 這樣 唱一下賀蓮歌 取代梓恩姐姐 那當然 廣島區論壇 另一個搞笑人物 就是這個吳詠春 嗯 你們當時 你們有沒有跟他聊天 沒有 沒有人聽不明白 是啊 而且聽不明白 阿士大弟跟我其實很熟 那我們會聊天 嗯 但是阿吳先生 真的不懂 因為呢 例如阿艾米南 阿威廉 或者是我們有些義工 他聽慣一些 所謂 福建口音 潮式口音的 廣東話 其實他知道他講什麼 嗯 是啊 是我們不知道 我至今都聽得懂 我也聽得懂 我第二次聽得懂 是嗎 他最主要是講那個假期的問題 是啊 其實是全場 起碼有七成人是不明白的 是啊 但是我慢慢掌握了那個假期的問題 是 他是因為講這個什麼 重光紀念日 你說工聯會 什麼 是啊 是啊 就是毀滅 就是沒有了 重光紀念日 變了佛彈 所以他覺得你不愛國 是啊 是啊 如果大家還未聽得懂 吳明昌說什麼 其實他是講這個 但我覺得這個項目很合理的 我覺得這個項目不差 是啊 老實說如果他講出來 當然他重不重要是一件事 他這個項目是不差的 所以 你因為這樣而知 他不愛國 其實跟你不認識五星期 而不愛國 是差不多的 哈哈 哈哈 是啊 當然是誰能夠表現 另外一樣的質殺 當然是很多秒殺的要求 第一就是毓民 不是那個人是毓民 第二 老實說 我不是說 你要秒殺 曾育成是一件難很多的事情 其實秒殺葉劉淑儀也是另一件事 是啊 如果你去秒殺王國興 其實沒什麼意思 沒錯 這樣也有所做的 所以有些事情是毓民做得 不是那個人做得 是啊 是啊 而且也這麼說 毓民都跟我說 其實那種比較 靈厲的辯論方法 第一 不是每個區適合 沒錯 也不是每個都適合 老實說其實只是毓民適合 是啊 沒錯 如果不是毓民有他過去十幾二十年 的根底做了這麼多年 節目去back up 的話 你這樣做其實是很反感的 是啊 是啊 很簡單 有個消失的人 以前經常咬牙切齒 其實很多人都告訴我 他這樣其實很討厭 很簡單一件事 大家如果有看《舊世論壇》 你會發覺林依黎不斷折梁美芬 梁美芬是發了火 是啊 但是毓民折梁美芬呢 梁美芬還要是笑笑口站在那裡讓他折 是啊 就因為覺得 喂 毓民這樣折我 算是給我面子了 折少了 你明白嗎 但是其他人折梁美芬 梁美芬一定發爛 那個樣子 好像是葉劉的廟嘴 最終是走出來的 當然也要看看不同的區分也有不同的 沒錯 港島區的口味真的不同 所以我們都要很多adjust 大家 我也要說 很開心見誠說 我們要有多些比較 很理論性的說出來 蕭生好 甚至我都會 就算我說話 一直都是長篇一點 但是呢 港島區呢 會好一點的 其實 千萬不要把自己代入了 那件事 港島區多些人喜歡聽你這樣 沒錯 其實 所以這個adjustment 我們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到黃依依這樣 其實是拿了很多時間慢慢說 慢慢說的 是啊 就是有一篇論述 這樣走出來 所以有些朋友呢 他們不是在政治圈裡面 有些認識的人 會跟我說 其實陳家樂這樣說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是你們太吵了 有時候會這樣說 是啊 是的 所以我們都要在不同的論壇 有不同的adjustment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對於向前的發展 或者我們支持度的拓展 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打黑粉絲不用secure 不過呢 是令到一些中立 或者是喜歡聽別的那些人 會對人力有新觀感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 是真的 所以好像阿燦神所說的 百貨應百客 記住這句話 這一節是不是差不多結束了 是 有些一陣 回到第三次城市再問 在這兒 即是 有些人 在這兒 有些人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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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